那這次事情發生的時候 媽媽沒辦法 要處理我們的孩子 處理外套生理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其實媒體有找到這個楊賢 他的媽媽 他的媽媽現在應該生病 所以他是臥病在床 媽媽其實面對媒體 他只能一再道歉 就是跟社會道歉 透過媒體 跟被害人的家屬 被害人 還有社會這樣道歉 一再道歉 一再道歉 但是他特別強調 我真的沒有辦法了 我管不動他 因為他已經年紀那麼大了 七八十萬 對 然後他兒子五十歲了 他說以前是滿正常的 但有一次是因為 跟朋友出去騎摩托車 發生了一個車禍 腦部有被撞到 他意思是說那時候車禍 那次車禍再回來 然後再醫治好回來以後 就變這樣 然後他說 他一直道歉之外 他說因為他管不動以後 講了一句話 聽了以後很難過 他說早知道那時候 撞死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你知道嗎 就不會回來 發生這麼多 他說他媽媽 也承受很大壓力 對 然後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應該 臥病在什麼 我相信家境也不好 然後那麼在家裡面 可能也會有一些 聽說有一些 如果要錢要不到 就會毆打 幹什麼 也會家暴 也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他不是只有對外面的人這樣 突然間這樣來而已 他對家裡面 也會這個樣子 所以都活在恐懼中 對 然後再說來一句話 對家裡面 也會有他們的 完全是絶品